只有一只手的这个空隙能够随进去 然后平常就是跟这个后背贴合的比较严重 眼前的这名少年名叫江延琛出生在夏京县 因为这个头向后仰 看书和写字什么都不太方便 延琛说从小学三年级开始 别人都是坐着上课 而他却因为身体的原因只能跪着上课 从小学34年级就是跪着上课 刚开始的话可能会感觉膝带有点疼痛什么的 这么多年来感觉膝带已经蛮我了 我从小有一种想法就是 如果我放弃了我自己 将来万一真要是治好了 我一个一无是处的人 他不如不治呢 现在尽力让自己变得是更加全面 多方向发展一下 万一将来我治好了之后 我还是能够就是能做一个有能力的人 而且还能不忘能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还有可能为这个社会做些什么 我的梦想其实现在我对这个人生体验还没有那么透彻 现在像我们这个年龄的孩子一般都是四处 在这个周末或者在TZ他们都会一起到处旅游 去各种景点去玩 甚至和朋友们一起跌满去看场面 去游乐场玩一玩 但是这些都是我做不到的 如果将来我真的有一天能够治好的话 我可能会交上我最好的朋友 一起去旅游 一起去游乐场 一起看电影 这些都是我来说的 对 这些人生体验还没有那么多